台海才有投票權 这种话你敢讲吗 你讲得出口吗 为什么柯文哲都敢讲出口 因为他没想要让柯妈妈投票 那柯文哲当然他选择 讲这句话的地点很重要 他讲的地点在新竹市 那新竹市跟新竹县的竹北 相对台湾来说 是相对年轻 学历相对高 那他讲这个话 他有没有考虑到后作用呢 其实柯文哲 说话你都没在考虑效果 但是他讲这一段以后 你觉得他会不会拿这一段话去宣传 我跟你讲会 会喔 他就是包牌 这也敢宣传 他就传给在竹科的竹科妈妈 竹科工程师 可是他伤害了柯妈妈 没关系 柯妈妈说为了我文体 可以做总统都没关系 所以在他那边 那就是共产党的方式 用切的 切一块一块 这块我买这块 他每一块都在做选择 他切完又选择 切完又选择 照着你来说 你要选总统的人 你是越肩越大顶 对啊 你怎么会一直切 因为他传统上就 一切完之后 就做这一块的宣传 然后切第二块 就做第二块的宣传 所以这中间 当然有人在穿梭 穿梭什么 就说 哎呀 柯文哲也是绿营出生的嘛 也算台派嘛 对不对 我刚才也是独派嘛 不然我是公父 有人这样说 他说 大家不要完结嘛 我买一碟 不要有韓国去做院长 总是有人会这样想 就开始去 去这边问 那边问 问博文哲说 这样有可能 这样有可能 去问柯文哲说 这样不可以 这些热心的人 不行就不行了 不行了 不要柯文哲 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说 以后没人敢教柯文哲说 真的 这种话你敢讲吗 你讲得出口吗 为什么柯文哲都敢讲出口 因为他没想要 让柯妈妈投票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 其实柯文哲的人很多 通计应该有超过一半 应该是都有柯文哲 柯文哲当然他选择 讲这句话的地点 很重要 他讲的地点在新竹市 那新竹市跟新竹县的竹北 相对台湾来说 是相对年轻 学历相对高 但他讲这个话 他有没有考虑到弱作用呢 其实柯文哲 说话你都没在考虑效果 但是他讲这一段以后 你觉得他会不会拿这一段话 去宣传 我跟你讲会 会喔 他就是包牌 这也敢宣传 他就传给在竹科的 竹科妈妈 竹科工程师 可是他伤害了柯妈妈 没关系 柯妈妈说 为了我们问题 我们做总统都没关系 就是说他会选择性的 把这个丢给高学历的人 让这高学历的人觉得说 对喔 为什么我的票 跟那个人的票是一样 为什么我高学历 我念完大学 念完硕士 念完博士 为什么跟云林的律师事务所 跟嘉义的菊酒屋烧鸟的 跟台南的养生馆那些 所有民众堂的 为什么大家的票一样 我的票应该比较水准比较高 所以下一次柯文哲搞不好 他会这样讲 如果超过40岁不能投票 我柯文哲就当选 如果超过40岁不能投票 我柯文哲就当选 40岁以上是中流抵住 但是因为40岁以下 民众党支持度高 对啦 他现在是这样切嘛 所以柯文哲以前歧视性别 歧视女性 后来各位记得他讲说 国中毕业如果没有继续升学 什么吸毒的比例会比较高 什么比较高 一说吸毒比例是99倍 99倍 因为他说是1% 只有1%没有继续升学 吸毒的比例是1% 他就把这个1%跟这个1% 直接做联合 所以你看他其实这种 国中毕业 没有继续升学的人 现在又拿这个学历来谈说 如果这样 如果高学历的来投他 他就会当选 其实柯文哲本来的 他的脑筋就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你如果看到 他开始骂民众党的 这一些立法委员 说这些学历 在部都没有柯文哲好 搞不好只有黄国参表现比较好 他就又看不起那另外7个 下次搞不好他又说你 黄国参一个人抵7个 一个人打7个 他上次不是这样骂 那个现任那5个 那个前一任那5个民众党的立委嘛 所以在他那边 那就是共产党的方式 用切的 切一块一块 这块我买这块 他每一块都在做选择 他切完又选择 切完又选择 照着你来说你要选总统的人 你是越肩越大丁了 对啊 你怎么一直拆一直拆 因为他传统上就一切完之后 就做这一块的宣传 然后切第二块就做第二块的宣传 譬如说 我们说他歧视女性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讲说 不会啊 你看我身边都是女生啊 比如说我蔡壁如啊 然后有陈佩琪啊 有柯妈妈啊 你们不是都说我妈爸吗 我旁边都是女性 所以我很尊重女性啊 他讲这句话搞不好有人会觉得说 对呢 柯文哲应该是一个好先生哦 你看哦 他那么怕陈佩琪 然后听柯妈妈的话 然后呢 他旁边最好的这个助理 跟他三十年也是一个女的 所以柯文哲应该很重 在乎女性才对啊 他都忘记蔡壁如 那个感恩的这个尾牙都被邀请了 他都会撕去 都会记得不好呢 对所以 他们看了会这样切 这也是柯文哲长期以来的套路 就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柯文哲再讲出 个别歧视 他下一次搞不好歧视某一个宗教 歧视某一个肤色 什么都有可能 这是柯文哲脑袋里头 就是他自己最好 然后别人都不好 用这样切一块一块的方式 然后把别人标签 看不起别人 好这个 当然他告了到这个 他去告了以后 这个案子就停了 就停 因为当时人家要怎么信 我们就没关心了 这个案子就不会再走了 可是这一个礼拜 大家都在讨论说 谁有没有打电话 谁代表谁 隔魁之争 整个都在说这样 不过说到民众党 去支持韩国瑜的事情 就整个被移转过去了 我可以这样说 政府也在这里 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 有人曾经举手过说 要支持黄珊珊吗 没有讨论过 一秒都没有 一秒都没有 那天在开的党团会很简单 就在柯总召着说 我们这次又是游昌佩 就黏过去了 你知道吗 差不多三秒而已 他也没问说大家有支持 已经结论了 他没问说大家有支持 没支持就黏过去了 下面没有人有任何意见 第二 民进党的党公子 哪一个曾经公开私底下 然后去说我们支持黄珊珊 没有啊 没有啊 都没有人啊 所以这中间当然有人在穿梭 穿梭什么就说 哎呀 柯文哲也是绿营出生的嘛 也算台派嘛 对不对 我刚才也是独派嘛 没有啦 我是国父人这样说啦 他说大家不要玩家嘛 我要合一个对不对 不要有韩国的去做院长 总是有人会这样想啊 就会开始去 去接问那些问啊 问卢神经 说这样有可能 这样有可能 去问柯文哲说 这样可以 这些热心的人 不行就不行了 不行了 柯文哲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说 以后没人敢跟柯文哲说 真的 你去找他说 这很多都是企业家 这有医生 本来都丢他们没关系啊 他们只是热心想说 想办法 要把这绿白的方法搓合一下 就没人说就好了 然后你现在把这些人拖出来 这些人跟你说 我有去谈这个 但是我没有代表谁 民众大部分也说 我们就有打电话问 说你就是代表谁 走这样一句话 你如果继续走他放下去 就跟民众讲来来来 你那天是打电话给谁 确认是谁谁谁 你又继续跟他跳进去里面弄 所以到不下 民进党就基本就不要插民众党 这个事情了 民众党今天再打电视台 他打电视台要做什么 我真的心想 我告诉你 他这个人做人很不公平 我先说尽情 尽情他打我一条 说蓝白河没吃 因为我们当时记者就去追了一条新闻 在七月份就有蓝白河相关的讯息 他说不时报导 说要求藏一百万 那我请教 后来你们在谈蓝白河 是因为三立给你指导的吗 你是不是很听三立的心意 这种告诉 对啊 应该够诬告